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资料库系统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一起来学习资料库系统 这一讲次我为大家介绍第五章表弹的基本使用 请同学先看看本讲次的重点 了解表单的使用机会 建立表单 了解表单的基本使用方法 设定栏位的财业属性标签 设定表单的栏位名称 首先我们介绍ASIS表单的观念 ASIS的表单物件是ASIS资料库管理系统 提供给资料库系统管理师 自行设计的一种使用者界面 比如在前一章我们开启资料表时 将会显示储存在资料表中的记录 而出现的画面内容与格式 则是由ASIS系统所预设的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二维表格 同学会发现 当要修改其中某一笔记录时 如果栏位很多 那就不能在单一个荧幕画面中 将整个记录的内容显示出来 对资料编辑操作就不怎么方便 也更有可能在移动难位的时候出现错误 而透过编辑资料输入表单的设计 我们可以在荧幕上做比较人性化的设计 只显示出所要编辑的单一笔记录的内容 让资料编辑的工作更具亲和力 也比较不会犯错 这种透过自行设计的使用者界面 就是表单物件 我们也可以用它来建立切换表单 提供资料库系统操作的主选单 将所要提供给使用者操作的功能 集中在一个画面 让使用者直接选取所需要的功能 如开启资料库其他表单 或产生报表等操作 方便使用者的操作 更可以限制使用者的工作权限 ASIS表单物件依用途分类 主要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 资料输入表单 资料输入表单它的用途 是提供使用者一种操作界面 作为资料库使用者新增编辑 或浏览资料表记录内容的一个使用界面 简单地说 就是一个画面 在这个画面上 使用者可以操作资料库 新增记录内容 更改某一笔记录 或查看记录内容 ASIS 2007叫过去版本提供更强功能 支援多种资料输入表单 包含分割表单和多重项目表单 我将陆续为同学一一介绍 第二种 切换表单 切换表单主要是建立 资料库系统操作功能表的选单 简单地说 就是一种功能选单的画面 将要提供给使用者操作的功能 建立在一张表格上 透过选纽的方式 让使用者透过选单 连选 执行开启资料库表单 产生报表或其他预设好的功能操作 这部分我将会在表单的进阶设计 为同学们介绍 第三种 制定对外方块 制定对外方块它也是一种表单的形式 就如同我们在S值操作时 系统会产生对外方块 让我们输入资料一样 我们也可以自行设计对外方块 让使用资料库的人输入资料 然后再以他所输入的资料内容 来执行我们所预设的功能 当然这些功能是透过聚集指令来完成的 而聚集指令的部分 我们将在第14章再会同学们介绍 这一讲次我们主要介绍第一种表单 资料输入表单 接下来就会大家开始介绍 如何建立资料输入表单 S值一开启资料表物件的时候 它所预设的画面是 使用资料工作表来浏览和编辑记录资料 并不适于足笔记录的编辑的修改 基于不同的需要 我们可以建立各种用途的 不同用途的一个表单物件 用来浏览或编辑记录资料 在这一讲次 我们将介绍使用表单工具 以使用精灵来建立表单 首先我介绍使用表单工具来建立 在利用表单工具建立表单的过程中 我将陆续介绍三种类型的表单 简单表单 分割表单 与多重项目表单 首先介绍使用表单工具建立简单表单 在建立简单表单的操作上 SS的简单表单建立工具提供使用者建立在单一个画面中显示一笔记录的表单 一次只能编辑一笔资料 我们延续上一讲次的例子 为同学们示范 请同学看电脑操作 首先开启学生资料表 接着我们点选建立 在上方所有功能区里面的建立标签中的第二个区块 就是表单 在表单上面的最左边的表单按钮 我们点选左键 就可以建立一个简单表单 简单表单 画面就是出现的这个就是简单表单 它一个版面只显示一笔记录 如果要知道这笔记录是第几笔 则显示在下方 29-1代表目前资料表有29笔记录 而目前显示的是第一笔记录 回到上方 所有标签区里面 请同学注意 最上方是出现表单版面配置工具 那目前停留在格式标签区中 代表目前可以对这个表单做编辑 或改变部分表单设定 我们先示范基本的操作 而进阶的设定 我们在第12章会再做介绍 接下来我示范自动设定格式的操作 自动设定格式 在这个所有标签列的最右方 将法属停留在该图示上的时候 会出现这个图示的一个名称 我们也可以点选右方的向下三角形 会出现其他 点选其他 只会将所有的图示显示出来 这里我示范套用四正格式 四正格式在图示第一列的最右方 点选左键 则会将四正的格式 套用在我们所选择的表单里面 同学也可以套用不同的格式 试试看它们的差别 接着我们按右上角的关闭按钮 这是一个新建的表单 所以系统要求我们确认是否储存 点选4以后 我们将可以输入表单名称 在这里 我们将它命名为 学生单笔资料表单 再按确定钮 则会关闭这个表单 然后在窗格里面会出现 学生单笔资料表单 这就是简单表单的建立操作 接下来我会带大家介绍 分割表单的建立 分割表单会在画面的上方区段 显示资料工作表单笔记录的一个内容 并在下方区段显示可输入资料工作表中 选取记录的相关资讯 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建立分割表单的一个操作 请同学看电脑操作 同样点选上方索引功能区的建立标签 在表单区块里面 点选第二个按钮 分割表单 就会得到第二个表单 这就是分割表单的形式 上方是单笔一个记录 如果想知道这是地基笔 同样要看最下方 所显示的记录 而画面下方出现的一个是工作表 在整个画面的最上方 同样是出现表单的版面配置工具 目前还是一样停留在格式上 在这一个表单 我们示范自动格式设定的第二种类型 要套用自动格式的话 请同学将滑鼠游标移到最右方 自动格式设定的区块 点选其他 这里我们套用第二种类型 流线 点选左键 就会将流线的绍形 套用到整个表单上 一样 我们关闭表单 储存它的变更设计 接着我在表单名称处 输入写生资料分割表单 按确定 就会多一个写生资料分割表单物件 这就是分割表单的建立 同学我们先休息一下 接着为大家介绍多重项目表单的建立 多重项目表单会在一个画面显示多笔记录内容 每一列包含一笔记录 接着就为大家介绍建立多重项目表单的电脑操作 请同学看电脑 我们开启的资料库里面 同样点选学生资料表 在上方索引功能区 点选建立索引标签 同样在表单区块里面的第三个按钮 有多重项目 我们点选左键 就会得到一个多重项目表单 同学在画面上看到的 这就是一个多重项目表单 画面显示的整个画面上会出现多笔记录 以资料表的编辑画面非常类似 差别在于它可以自行设定显示的格式 同样在上方索引标签区会出现表单版面配置工具 并停留在格式标签区中 这个表单我示范选择滑立格式的设定 在自动格式设定这一区 同学我们点选其他 在第四列的第二格 有个滑立的设定格式 点选以后 就会套用滑立的格式 一样我们按右上角关闭扭 确定储存 我们给另外一个名称 学生资料多重表单 按确定 则 表单名称会出现在 左边的窗戈里面 这是学生资料多重表单 这就是表单的一个建立的一个操作 接下来在建立表单的操作 我们会如需为大家介绍第二种形式 表单精灵 同学请看我的电脑操作示范 在SS资料表中 的建立区块里面 除了刚才所建设的三个按钮以外 我们在其他表单区块里面 同学可以点选 会出现表单精灵的选项 点选表单精灵 首先 他会询问我们 他的资料来源 他可以是资料表 也可以是查询 点选资料表 左方的向下按钮 目前 我们这个资料库里面 有三个物件可以使用 有学生资料表 和两个查询物件 表单精灵会配合 上面的显示 如果我点选查询 则下方可用的栏位 会将在查询物件里面的栏位 显示在可用的栏位里面 当我们有选取的时候 会将所选取的栏位 置到右方 以选取栏位里面 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要示范的是 我们的学生资料表 我们要选的栏位 是姓名 地址 电话 和电子邮件 点选方式可以是 我们用左键点选姓名栏 再点大于这个符号 则会将 姓名 栏移至 以选取的栏位中 如果我们要选取 电话 另外一种方式 可以这边点选两下 则会将电话栏位 移至 以选取栏位 同样的我们将地址 以电子邮件选取 这就是我们在表单精灵要建立的 确定完我们选取的栏位以后 接下来我们按下一步 下一步表单精灵让我们选取 我们的配置 配置 表单精灵提供四种形式 让大家跟我们选择 首先是单栏式 单栏式的配置方式 是一次只显示一笔记录 每个栏位显示在一个横列上 第二种是表格式 表格式 一列为一笔记录 每一栏是一个栏位 第三种是资料工作表 资料工作表的显示 跟我们在资料表所看的是一样的 第四种是对齐 对齐一次只显示一笔记录 一个栏位接着一个栏位排列 并不分断 在这里我们示范单栏式 点选单栏式以后 再点选下一步 本来进行答应我们 看我们所要使用的样式 同样的 我们所填的样式 会在右边窗格里面 跟我们看色调的变化 在这里我们侍奉北风的式样 所以找到我们要的北风式样 点选以后 按下一步 当我们都选择完之后 表单经理要我们输入 这个表单的标题 也就是表单物件的名称 在这里我们输入学生基本资料表单 输入完毕 同学看到中间 中间部分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是开启表单来检视 或是输入资料 代表我们可以直接开启 我们所设计的表单 第二个修改表单设计 代表我们可以直接进入表单编辑的模式 这部分我们将在进阶设计 设计的时候再为大家做介绍 我们就选择第一个 那输入完成 我们就按完成 这就是我们所设计的 利用精灵所设计的 学生基本资料表单 表头是学生基本资料表单 其中只有我们选择的四个栏位 而目前记录所显示的是第一笔 在功能窗格 同学也可以看得到 新增的表单物件 学生基本资料表单就在这里 这就是利用表单精灵建立的 表单的一个操作 同学会建立表单后 就可以利用所建立的表单 来输入资料或编辑记录 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 表单如何配合前一张 所介绍的排序 以筛选一起使用 首先我介绍 记录排序的配合使用 介绍资料表排序 与表单的使用的话 以我们所建立的 简单表单为例 简单表单所显示的 为单笔记录 当我们往上移一笔 或下一笔记录时 会以所设定的排序方式来移动 请同学看电脑的操作 我开启学生基本资料表单物件 目前第一笔是这个人 如果我们点下一笔 同学请到最下方第二笔 请注意整个记录的改变顺序 现在我示范按姓名排序 目前我们停留在姓名 这个栏位同样的我们到上方 排序与筛选牛 我们点选姓名排序地增 同学看回来看我表单所显示的记录内容 你会发觉跟刚才不一样 如果再移下一笔 你会发觉则一样姓王的会排在前面 这代表这个表单内容就会以姓名来做排序 这就是表单配合排序的使用操作 那同学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继续介绍表单跟筛选的配合操作 接下来我们介绍表单与记录筛选的一个操作 同样的以我们所建立的表单为例 表单所显示的记录 能是整个资料表的记录 但当我们设定筛选条件后 系统会为依所设定的筛选条件来显示记录 请同学看电脑操作 我们开启学生资料表 多重表 多重表单 同学可以看到 目前显示的记录有29笔 在左下可以看得到 接下来我示范筛选地址 在台北的记录 我们选择地址栏 所以找到地址栏 再找到台北两个字 将台北两个字 缓白之后 将滑鼠移到上方选取项目 点选 开始于台北 经过这个筛选 同学发现只剩一笔记录 那这个就是表单配合筛选的使用 如果同学看到表单里面的记录内容 想知道到底有几笔 应该看到同样看到最下方的讯息列 这代表已筛选的记录 所以记录只剩一笔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表单 怎么配合备忘栏位的一个使用 当资料表有备忘栏位的时候 配合表单的使用 可以更方便使用者输入多栏的一个资料 那电脑操作部分 我只用口述请同学可以搭配课本与电脑操作 首先我们要开启学生资料表 要新增一个备忘栏位 接着再用本讲次所介绍的表单精灵 建立一个含姓名 地址 电话 电子邮件和备忘等五个栏位的一个简单表单 将它命名为学生基本资料表单一 接着我们开启学生基本资料表单 请同学看电脑的画面 这是我所做的示范 这是学生基本资料表单一 跟刚才的学生基本资料表单 只多了一个栏位 就是备忘 在这个备忘栏位里面 同学可以注意到 它允许我们输入多栏的资料 而且格子比较大 这个就是表单配合备忘栏的输入 明显比我们直接在表格上输入方便的许多 接下来我们为同学介绍 资料表栏位定义中 另一个可以学术资料输入的一个属性设定 就是查页属性的一个使用 资料表栏位定义中 在一般属性标签旁的查位属性标签下 有一个栏位 栏位名称是显示控制项 它是用来定义这个栏位的查页属性 可以设定这一个栏位资料的一个输入模式 有效的设定 可以节省时间 也方便资料输入 更好的是它可以保证资料输入的一个正确性 财业属性它的值有三个 包括文字方块 清单方块 与谢拉式方块 预设只是文字方块 也就是自行输入模式 在表单上输入资料的时候 从清单选取值 往往比 记住要输入的值来得快速而且简单 选择清单有助于确保 在栏位中输入值的一个正确性 清单控制项 可以连接到现有的资料 或者是显示在资料控制项时输入的固定数值 SS2007提供两种清单控制项供我们使用 分别是清单方块和谢拉式方块 首先介绍清单方块 清单方块控制项会显示值或选项清单 清单方块中包含资料列 而且大小通常会调整为同时可以看到数列 这些列可以包含一个栏或是数个栏 而且可能也可能不会显示在标题上面 如果清单中所含的列超过控制项 所能显示的列数 那SS便会在控制项中显示一个卷轴 那使用者受限于清单方块中所提供的选择 也就是说使用者不能在清单方块中输入其他的数值 接着我们介绍谢拉式方块 谢拉式方块提供较为精简的方式来代表选择清单 在按一下谢拉式的箭头前 这个清单都是隐藏的 谢拉式方块还可以让使用者输入清单中没有包含的一个数值 透过这种方式 夏拉式方块控制项 它结合了文字方块和清单方块的一个功能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清单方块的一个使用 我示范SS设定资料表栏位才会属性的一个操作 请同学看电脑操作 我开启学生资料表的检视视窗 所以点选右键第二列设计检视 这个是学生资料表 首先我介绍在性别这个栏位设定清单方块 当我们点选性别栏的时候 在下方的第二个标签查阅 这就是已经设定的清单方块的设定 点选清单方块 选择控制项 下面箭头有文字方块 清单方块以谢拉式方块 目前选择的是清单方块 第二 资料来源类型 目前选择是直清单 点选向下箭头 它的选项可以资料表查询 也是直清单 直清单的观念就是 资料是由我们在下一列 资料来源所输入的 在这一列中 我们输入男跟女代表 这个性别栏只能就这两个做选择 当我们关闭 储存编根设计以后 我们再开启学生资料表 点选性别栏 就会看得到一个向量箭头 就可以选择男跟女 这两个选项 这个就是清单方块的一个使用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 谢拉斯方块的一个使用 同样请同学看我的示范操作 我们一样开启学生资料表 点击右键进入设计检视模式 为了简化操作 在这个资料表中 我已经新增一个科系名称 在这个新增的科系栏位里面 请同学看下方的 查页属性标签控制项 在显示控制项里面 目前的选择是谢拉斯方块 同样资料来源类型是执清单 在资料来源里面 我们在执清单里面可以输入 我们所设定的科系名称 一旦设定完以后 同样按关闭储存 再重新开启资料表 目前我所测试的两个科系名称 是第一笔跟第二笔 同学点第三笔向下扭 就可以选取不同的科系直接输入 这个就是谢拉斯方块的一个配合使用 接下来我们介绍表单的栏位名称的一个使用 表单上所显示的栏位名称 它的预设值是资料表定义的栏位名称 但使用者如果希望表单显示的名称和资料表定义的栏位名称不同的时候 可以指定栏位的标题属性来改变它的显示内容 标题属性就是表单显示的一个栏位标题名称 接着一样我示范S的设定操作栏位标题属性的操作 请同学看这个资料表 一样在这个显示资料表中 我们选择设计检视 这是我利用左上角的检视按钮 点选设计检视 会进入设计检视画面 同学可以看到科系这个栏位名称 在一般里面我已经输入了标题叫主修科系 接下来我们将资料表关闭 接着我们往今天所教的表单设计的模式 我们建立学生基本资料表单2 这个我已经建立好了 我开启 那同学可以看这个表单里面看到 我这边的科系名称出现的就是主修科系 那这个就是栏位标题名称 配合表单一个使用的一个方式 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科系 而是照我们所输入的主修科系 那同学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这是表单的设定 我们只介绍了简单的表单的设定 关于进阶的方式的话 我们在后续会跟大家做详细的一个介绍 在下一个讲次将为大家介绍 最后一种物件的设定 就是报表的基本使用 那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四支是由前举结束在下一个圆 Naj